今年2月加盟PLG钢铁人的林书豪出赛19场 平均上场超过327分钟 表现出色的他场均得26.3分 甚至连续三场比赛打出大三元 还有单场50分超级大三元记录 3 4 5月都拿下当月MVP 在台湾刮起林来风 而已经是自由球员的他 下一步怎么走 周一凌晨林书豪在脸书感性写下 刚加盟钢铁人时 才经历前四年的发展不顺 精神和情感上都很累 甚至打算打完2023年球季 就要高挂球鞋 但他在钢铁人找回对篮球的热爱 虽然不确定明年在哪里打 他已经准备好迎接2024球季 尽管林书豪感谢钢铁人 会不会叙流 钢铁人不承认也不否认 除了实际味道 也传出包括同联盟林书豪弟弟林书伟 所在的新北国王 和新球季转到T1 积极招募球员的台新 都是林书豪可能的新东家 甚至大陆CBA深圳也积极招手 资深球评断言 林书豪不会去CBA 在台湾他算本土球员 无论T1或PLG都没有薪资上限 年薪上看300万美元 近亿台币身价 输得起的球队其实也不少 T1除了台新 原本就有中信特工 PLG也有富邦勇士 林书豪最终花落谁家 很快会有答案 TVB圈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